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大家直播的护港开市通 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始焦点 今天为大除夕 港股只有半天市 美股隔晚偏软 加上港股ADO向下 预料横止今天在2015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之下 走势缺乏方向 未能走出闷局 受制在22000点的水平 外资继续的过圣诞和新年 预料大势成交继续的淡静 油价下滑拖累了能源股受压 隔晚美股偏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117点 收报在1760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回落了15点 收市报在206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倒退了42点 收报在5065点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ADO较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普遍的向下 ADO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21820点 较上日本港收市低水了62点 港股上日的期指结算日高开低收 一度是重上了22000 但是其后大势转弱 横指收报在21882点 下跌了117点 成交继续的淡静 全日路得了449.3亿元 交点板块方面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昨天就表示了 观察到楼市开始回暖 但是认为幅度有限 政府无意测辣糟 那么也不会放慢卖地的速度 本财年度推地量累计达到2.03万火 超标了1300火 幅度为7% 在目前推地计划当中 加上美国进入了加息的周期 明年本港的楼价或再遇到压力 可留意今天地产股的表现 石油相关股方面了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出乎意料的增加 汽油以及取暖的油库存 征服超出了预期 另外的沙烫阿拉伯石油部长表示将不会减产 国企油价下挫了3% 石油相关股近日偏晚 今天或继续向下 金价方面 主要是受美元上涨以及油价下挫受到拖累 纽约期金收市报在每盎司1059.8美元 那么下跌了8.2美元 可留意今天的金矿股今日表现 好了 那么今天的大盘的走势又会是怎么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药材证券中国区业务部经理黄定杰先生 来为我们做出分析 荣安 您好 哈喽 夏兰 您好 大家好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A股方面了 那么这个证监会啊 18号的18号文是即将到期 那么部分的公司的股东减持计划也是曝光了 而有分析也是表示那些股价仍然处于低位的一个公司啊 减持的动力反而是会受到一个倒逼 主要股东抬升股价以求得更高的一个受益 那么您认为对近期市场会否造成一个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那个影响也不会算太大的 因为那些解冻的股票呢 如果它不是它里面的成分股的话呢 基本上对大盘来说呢 也不会有一定太大的压力 还有就是这两天的那个成交量呢 都是跟随最后这两天就过了一个2015年 所以我觉得呢观望的气氛呢浓厚比较大一点了 因为毕竟呢明天开始也要放假的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呢今天的话呢 可能那个波动性还在 如果A股来说还是在10点到20点的向下波动吧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那么您说的今天是一个大出席了 那么港股呢只有是半天市啊 那么成交量也是极少的 那么港股继续维持在一个闷局 那么展望这个2016年呢 您认为港股节假日回来之后 走势又会如何呢 能否打破这个闷局呢 港股方面也是了 今天半天的叫一天到12点 我相信应该成交量也不会打过300亿以上 如果从这样小的成交量来看的话呢 应该今天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 所有的那个噪点呢 可能都要落在后面放假以后的那个日子啊 因为我们香港明天星期六星期天也休假了嘛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今天呢会慢局会比较明显一点 也没有卡扎的方向 好的 好的我们感谢Van做出的分析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主要篮球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三毛 中国移动升三毛五 建设银行升三分 工商银行升三分 中国银行升一分 港交所跌一块 跌一毛 中国人寿升两毛五 友邦保险升三毛五 腾讯控股升一块 击杀中国升五分 长河无升跌 西红基地产升四毛 九龙昌无升跌 中国海外升三毛 华人质地升四毛五 中海油跌一毛五 中石油跌一分 中石化跌四分 昆仑能源跌四分 中国神华跌四分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主要的财经消息 港股全年经历过山车 承接去年内地减息降准 加上准许公务基金南上 横指一度是上涨了4800点 飞越了28000点的关口 但是年中内地股灾 加上美国加息预期导致了美元强势 横指高位跌超过了800点 显守在2万点的水平 全年预料倒跌1722点 跌幅为7.3% 由22000点的关口向2016年重新进发 国指今年表现更是远顺于横指 那么大跌了19.4% 跑输了亚洲 但是同期的A股仍然上涨了10.5% AH股差价达至了金融海啸后的一个高位 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提出到了2020年东北地区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的成果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的进展 经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 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自主创新 能力大幅的提升 重点行业和企业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阿里巴巴以及腾讯抢攻互联网金融市场 前者的蚂蚁金服已经占了先机 后者有份投资的京东 旗下的京东金融计划是做A股的融资 那么市场估值达到了460亿元人民币 同时在七大业务领域兑焊 那么据腾讯科技引述了融资文件就显示出 投资者已投资前估值400亿元对价 向京东金融平台增资60亿元 占了京东金融增资完成后股权的13.04% 据悉洪三资本等机构领投试次的融资 交易预期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完成 京东公关称集团不会对外界传闻 做出任何评论 深交所2015年工作总结和2016年工作安排提出了 加快跨境的合作 在更高起点推进市场双向的开放互通 积极争取深港通尽快启动 落实深港基金互认 推动香港互认基金在深交所LOF平台挂牌交易 实现互认ETF的基金交叉挂牌 政府夏季将招票四幅住宅用地分布在河温田 赤柱沙田以及屯门涉及1550货 每年测量师行的董事林子斌估计了 四幅住宅渴望是为库存带来大概有120.9亿元的进账 他指出与本季地皮较侧重新界区 夏季推出的住宅地皮分布在市区以及亲界 供应较为平均 其中长盛街市的优质皮供应有限 相信会受到发展商的追捧 以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万元计算 估计地价约为58.6亿元 至于赤柱的地皮临近富豪海湾 估计可见的楼面面积约为24.5万平方尺 属于南区罕有的大型洋房供应 预计可兴建超过80栋的洋房 以每平方尺楼面地价约为2万元计算 估计地价约为49亿元 好了今天的护岗开示通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再见